老师,家里有房子,写钱了,也没地住了,我去到大儿子家,看看,他们让我顾不着。 你说什么,老大媳妇,老大媳妇,谁呀,老大媳妇啊,妈,是我,你这好端端的,怎么来我家了呀,老大媳妇啊,家里那房子,下雨啊,都淋塌了,我们地方住了,想到你们家住,你看行不行啊,妈,不是我说你, 我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呀,本来我们家房子就小,还有,孩子就有一个房间,你来了,你住哪儿呀,总不能让你睡地上吧,要我说,你还是识去远,你去老二家,他们家有地儿住,肯定会收留你的,行吗? 老大家媳妇,你看呀,老二家,他们刚结婚,妈去了,不合适吧,还是在你们家,我给孩子住一家屋,你还行吗? 不行,我说你个老太婆,你想什么呢,你跟孩子住一块,你万一一个老大学习,该怎么办呀? 还说住我老二家不合适,我看正合适,他们家刚结婚,你去摘这喜气,多好呀 老大媳妇,要不行,我就住在你们家客厅,你看行吗,阳台,住阳台,管吗? 住什么阳台呀,老太婆,你让我跟你说几次呀,刚才我就告诉你了,我们家没地儿,你赶快走,我还忙着呢,别耽误时间,滚 怎么想的呀,找到我头上,我才不欢迎你呢 这大儿子啊,不在家,这大儿媳妇啊,不让我在他家住 哇,这到老二家去看看去 哪儿家,在家吗 妈,你怎么来了,来,进来吧,进来 来,妈 坐吧,妈 妈,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啊,到你们这儿看看 小伯啊,这大媳妇,妹在家吗 她上哪儿去了 妈,你说大媳啊,大媳妇出去了,有点事 那个,还没回来呢 妈,我俩啊,在这儿住得挺好的,也没啥事 你怎么不在老家待着,就自己过来 儿子啊,你是不知道啊 你看,前一阵子,不老下雨嘛 嗯 家里的老房子 都塌了 不管住了 妈没地方住了 想到你们这儿住一段时间 妈 住一段时间啊 妈 你看啊,这儿我跟大媳妇俩啊,也刚结婚没有多长时间 我就怕,你要是在这儿住的话 到时候,有点不方便啥的 妈 你要不这样吗 你去老大那儿去看看吧 小伯啊 你看 妈住你们家,有什么不方便的 你是妈的儿子啊 你说啊 这妈在儿子家住了 哪一不方便的道理啊 你大嫂啊,那里我也去过了 她把我赶出来了 我让我在她家住 妈 我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啊 我们俩啊,想过个二人世界 就是你看,你要是在我们家住的话 妈这三个人,多少感觉有点别扭 你 你去找老大吧 走吧,妈 儿子啊 你就让妈在这儿住下吧 你也不知道妈住这儿,妈都没地方去了 妈 走吧,你今天 等会儿大媳妇回来就生气了 生什么气啊 妈 你来了 我来了,大媳妇你回来吧 坐 大媳 妈说想在这儿住几天 你看咱俩这不是刚结婚没多长时间吗 我想过个二人世界 让妈去老大那儿住 小波 你这说的什么话 咱妈现在都来了 哪有赶她走的道理啊 而且 咱家房子那么多 咱妈在这儿住也不爱什么事啊 我不是怕你生气吗 那个 既然 房子多 那就让妈在这儿住着吧 妈 我生什么气 妈在这儿住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妈 你既然来了 就在我家多住一段时间 大媳妇啊 妈这次来啊 家里的老房子 下雨都淋塌了 没地儿住了 我在你们这儿住啊 就不是一天半天了 就得 一直在这儿住着 你看 能行吗 大媳妇 行 妈 你想住多久 就住多久 本来啊 你家那个老房子 都已经那么破了 我们 都不想让你在那儿住了 再说你年纪也大了 一个人住也不方便 你正好在这儿住 我跟小婆也能照顾你 大媳妇啊 妈真没想到 你能这么痛快的 让妈 在你家住下 你真好 妈 真有福气 看上你这么一个好媳妇啊 妈 人家都说了 婆婆也是妈 不管是不是 婆婆妈还是亲生的妈 都要一样对待 妈 你来了吃饭了吗 要不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吧 行 妈坐公交车 坐了一上午 还没吃饭呢 正好 你给妈做点饭吧 行 你先在这儿歇会儿 我去做饭 行 去吧 妈 那个 既然大美 就放心了 你就她那儿 还是在这儿住下去吧 行行 妈知道了 那妈 我去给你收拾一下房间 你在这儿坐着歇会儿 行 来 去吧 大美 老二 开门 谁啊 大美 嫂子 不是你那么急有事啊 有事 那个 怎么了 咱妈呢 咱妈在屋里休息呢 你把她喊起来 找咱妈有事啊 有事 你快点 妈 妈 哎 那我嫂子来了 你把她喊起来 你出来一下吧 啊 好好 啊 妈 什么事啊 你嘞 那个 妈 我刚才接到扎您电话 她说 咱们老房子 拆迁了 嗯 我还以为啊 你是 来让我上你家去住呢 你就是 听到拆迁款了 是不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 我好像听说那拆迁款 可是有八十万 正好 你这俩儿媳妇都在找 要不 我们俩家 平分吧 一人四十万 这样的话 钱也分了 我们俩以后再来 行吗 嫂子 你咋说话呢 那房子 是妈的房子 那拆迁款 赔下来了 那当然也是妈的 你这 算计的倒是挺好 咱俩平分 那你让妈还花什么呀 大美 你说你傻不傻 妈都年纪那么大了 她能花点 那么多钱吗 再说了 什么妈的我们的 我告诉你 妈的钱就是咱们的钱 知道吗 你怎么能这样呢 那样子 咱妈的时候 我可没见你那么积极啊 你现在一说分钱 着急忙方的赶过来了 我也没说不养她呀 她把钱给我们了 那我们就 没有养她了吗 是不是 老大媳妇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当初到你家 去住的时候 你都把我赶出来了 你养活过了吗 你问过了吗 还是 我们家大美啊 让我在她家住去啊 这个钱啊 我是不能给你的 谁养我啊 我爸这个钱啊 没给谁的 妈 一直啊 自己抱着呢 我说妈 你这弄的哪一套呀 我人现在都在这呢 这钱啊 必须有我的份 你怎么那么糊涂 你就是偏心 一碗水就端不掉 你说我偏心啊 你自己做的好吗 你不要我老的 爸老人啊 往外赶 你做的对吗 你说我偏心啊 我就偏心了这次啊 我爸钱啊 大美 这是啊 老房子啊 拆钱款八十万 这是妈 在家 这么长时间的积蓄 妈没花着 在你家住啊 在你家吃喝 你拿着的钱啊 妈都给你 妈 我的那一份呢 你怎么把钱给她了呀 我也养过你呀 你养过 你是不是看到钱了 你又有妈了 没钱的时候 你怎么没你妈呀 你怎么不说 让妈领回你们家啊 这个钱呀 妈今天啊 还就不给你了 一碗贵一碗 你说 谁能给钱过不去啊 嫂子 行了 你也别说了 妈 这些钱 还有这卡里 你都拿着 我都不要 我们 是你的儿子 儿媳 你住在我们家 是应该的 我们养你 孝顺你 也是应该的 这些钱 你就留着自己花吧 大嫂 你这么做 我就应该说你两句了 你确实做的不对 你说 你不知道这个拆枪管 的事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要把妈借回去住 妈好心的去你那了 你倒好 你把她赶出来了 你说你让她一个老人 多寒心啊 自己的儿媳妇 这么对待她 我哪能想到 会出现这种事 妈 是我太 我现在进行眼开了 我现在也知道 我不应该那样 把你往外砍 我也是你人心腹 是我做的不对 嫂子 你记住一句话 亲情 不是建立在金钱之上的 不管有没有钱 我们都是一家人 是啊 莎莎 不是妈说你 你看看大美啊 多懂事啊 多孝顺 大美说的是啊 这亲情啊 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知道吗 没有钱啊 我也是你的妈 大家好 我在这部剧中 扮演的是大人席 这个大人席 有点无理取闹 不仅不善养老人 还想贪量的钱 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做 因为老人吧 一味道也不如命 你点拆钱款 也是他的养老钱 没想到 这个大人席 还能够黑心 唉 不说了 我是一个儿子 那个 反正 也不好 也不快吧 我在这部剧中啊 扮演的是个婆婆 这婆婆啊 拿着拆钱款 是她儿子儿媳妇 其实啊 有钱了 跟儿子儿媳妇 说明了 谁会不要你啊 是吧 你说 这小的养老的 天经地义 是吧 不说了 不会说了 大家好 我在这部剧中 饰演的是小儿媳 其实这部剧讲的就是 子女 善养老人的一个事情 只不过呢 中间就是插了一个 拆钱款的事情 就是 嫂子因为拆钱款的事情 才开始悔改 说要善养老人 但是我觉得 善养老人这个事情 不是建立在今天事实上的 他是 生我们养我们的父母 不管他们有没有钱 我们做子女的 都应该去善养他 照顾他 孝顺他们 给他们养老送中 这是我们做子女 应该做的 感谢大家收看